用你的恐惧交换我的故事 欢迎光临本总乌 今天要说的故事是来自中国的真实事件 2000年初,云南进城南门村为了农村发展实现耕地征收,并改建农贸冷冻库 没想到建库后,原本安宁的南门村变得人心惶惶 接二连三的人口失踪,让所有人都纳了个门,去推算 此案第一个失踪的事,南门村村民李玉东12岁的独生子 李玉东时隔多年,依然清晰记得儿子失踪那天的情景 2007年,5月1日一早,李玉东带着儿子出农货 一直忙到了中午准备回家吃午饭 刚离开就想起有东西忘在田里 于是便让儿子回去拿 还告诉他一条到自家玉米田的捷径 他目送着只有一米四左右的儿子 灵活穿梭在玉米田中 没想到,这竟是最后一眼 事发后,李玉东一家人立马向警方求助 他们做了笔录,立了案 并把信息挂到了网上 然而警方却毫无作为 可李玉东一家没有因此放弃寻找儿子 他们见人就问,且四处打听 一听说拐卖人口和滥用童工的消息 便马上赶去火车站 而四处张贴寻人启事 则从来没有断掉过 李玉东说 儿子没了,也没心思种地了 所有的积蓄都已经花光 现在只能靠亲戚救济 而在失踪的这五年里 李玉东没有一天不挂念他 他经常回到这片玉米田 仿佛儿子还在身边一样 而他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还有许多村民都有着相同的经历 幸运冷冻库方圆几公里 一直不断发生人口失踪的事件 家属们都以为孩子是被拐走 卖去黑砖窑做童工 警方也一直不作为,没下文 过去的每分每秒都焦灼着这些家属的心 直到2012年 最后一位失踪者终结了这一局面 被害者韩耀这年才19岁 他在云南省工商管理学院毕业 并刚刚到一家工权公司实习 经同事口供 当天领导让小韩去冷库附近的物流中心 拿一份极限后 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 韩家人听说儿子失踪的消息后 更是心急如焚地报了警 警方走完流程后 依旧没有任何回应 之后 还是韩耀的妈妈花钱买到了消息 儿子的身份证在他失踪后 有在网咖登记过的记录 这让他对警方的办案进度相当不满 怎么可能身份证还在用 人却一点消息都没有呢 经过一段时间的地下调查 韩耀的妈妈得到了反馈 原来身份证是儿子刚进公司的时候 在失踪前就借给同事用的 但是奇怪的是 新云冷库附近这几年前前后后失踪了17人 这肯定有什么问题 于是韩家人挨家挨户找到了被害者的家属 最终 决定一起出钱让媒体曝光此事 一时间 南门村新云冷酷的神秘失踪案闹得沸沸扬扬 很快惊动了上级公安部和省政府 并且成立了专案组 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门村 配合当地公安机关 展开案件侦办工作 后来因为警方的懈怠 许多官员都受到了惩罚 甚至被摘掉了乌纱帽 其中当地的副县长 公安局局长 何静城镇党委副书记 派出所所长无一幸免 终于被政府重视了的失踪案 很快就有了眉目 这一天 警察们拉上了封锁线 团团围住一个破旧不堪的木屋 谁能想到 南门村这个破道不能挡风遮雨的屋子里 会藏着一个杀人犯呢 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张永明 于1956年出生 2012年被捕时56岁 警察在张永明的家里挖了足足四天 田地里又挖了三天 现场有人看见警察陆陆续续拿出带血的衣服和毛巾 且据说用黑色塑胶袋装的 都是残枝断壁 与人类的骨头残渣 警方问他杀过多少人 张永明则回答 你们找到多少算多少 我记不得了 最后经检验确认 张永明家中有11位失踪男性的DNA 但其实真正遇害的人数 应该远远不止这些 据村民说 他早就杀过人了 他的妈妈也杀过人 村里棋牌室的老人告诉记者 在解放前 张永明的妈妈因为一个孩子老是给他添乱 所以他就用水瓢把小孩给砸死了 他二哥也因为杀人罪被判了死刑 一家人都不太正常 本以为这些猛料 不过是老人家茶余饭后没事瞎说的 没想到张永明刀下的幸存者竟站了出来 原来早在1974年的时候 18岁的张永明就已经想要杀人了 幸存者陆某 趁他自己比张永明年小两岁 某天晚上留宿张永明家 当时他还和父母住在一起 大约早上四点钟的时候 他突然感觉到脖子十分疼痛 针眼一看 张永明正拿着一把生锈的菜刀砍他 他一边与张永明搏斗 一边发出了巨大的喊叫声 最终惊醒了张永明的父母 才得以保住自己的小命 他还记得跑回家时 把父母都吓坏了 光是看病就花了一百多块钱 后来张家只赔偿了五六十块 在法庭上只说是梦游杀人 仅仅进去蹲了半年就被放出来了 1978年 张永明第一次出狱 被生产队队长派去瓦窑厂劳动 可已经体验过杀戮快感的他 并没有因为坐牢而收手 于是他把同在厂里工作的 一名男孩骗回家做客 并于半夜趁机杀害 砍断四肢后 抛尸合体 后来张永明出逃 被警察抓了回来 尽管生产队全部联名上书 要求执行死刑 可他最后 还是只坐了19年的牢 1997年 张永明刑满释放回村里 村里给他分了田地 虽然他少言寡语 但也还算勤劳 每天都只身一人拿着锄头 去地里开荒 每天的活动轨迹也都很固定 不是到田里耕种 就是在下午的时候去下棋 回到家后 他总是把电视机的声音开到最大 此时 院子里的三条狗都会狂吠 以此掩盖住被害者的叫声 因为他杀人的前科 村民都不敢和他接触 警察觉得他都坐过牢了 应该不敢再有什么动静 因此失踪案都好多年了 却没人怀疑到他的头上 后来在法庭上的他极为冷漠淡定 并拒绝向被害者家属道歉 2013年1月10日 张永明遭到枪决 结束他罪恶的一生 可故事并没有结束 如影在网络上查询张永明的名字 只会看到连环杀人的讯息 官方似乎一直刻意隐瞒 张永明是食人魔的身份 但最后还是只包不住火而被人揭发 传闻这些年来 从来没有人见过张永明去菜市场买过肉 就连蔬菜都是少数 可调味品倒是买了不少 所以那么多年来 他都是靠吃人肉过活的 在当地生活的网友更是爆料 张永明不只是自己吃 还把人肉混在自己开的鸵鸟厂里贩售 政府怕影响到群众 所以封锁了这个消息 直到最后 警方都没能明白他的杀人动机 专家鉴定 张永明思维清晰 且认知能力正常 网友则猜测 张永明专杀年轻男性 是因为自己无法正常勃起 因为仇恨男性的心理 外加中国民俗通俗用药的一种食料理论 以行不行 所以杀死他们 并吃他们的性器官 借此满足自己的需求 但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至今仍无法被解答